好 欢迎插播最新的消息要提醒您 这天气这么冷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当话在今天清晨低温就只有13度 园林市有一个67岁的男子 被家人发现在床上休克昏迷 没有呼吸心跳 那么家属凌晨3点多发现男子疑似是急性 心肌梗塞发作了 立刻是打119求救 消防局到场的时候这名男子已经死亡 急救无效 消防局说了 目前还没有办法确认男子的死因 就是因为天气太冷冻死 不过气温骤降 这心血管疾病的救护案件确实有增加 提醒民众一定要多多注意家中的长辈 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的 一定要格外做好保暖